大家好我是盈盈 我来成都不是高温就是下雨 别看我来成都没几天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前两天我拍的视频 拍了佛像 佛像是不应该拍的 这个我倒不懂 因为我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 从小也没有接触过这些方面的常识 但听了网友还有其他人跟我说 那我现在懂了 为什么我敢拍佛像 是因为以前我在电视上 我们也看到乐山大佛 或者是也有一些人拍一些古墓 我还挺喜欢看这种东西的 所以说我觉得古墓都能拍 这个也没什么太大事情 看我身体就不太好了 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不管有没有关系 以后还是自己注意的点 还学到一个什么 就是我们南北方文化差异 每个地区它风俗习惯不一样 比如说辽州 红糖 荷包蛋 就是我们叫酒酿 上海这边叫酒酿 这个东西有些地方是给坐月子喝的 红糖辽州 想给坐月子人补一补 如果四川的阿姨给你煮了一碗 红糖辽州 荷包蛋 就是表示非常欢迎你 把你当成很尊贵的客人一样 招待你 就像我们把好茶拿出来一样 招待客人一样 是一个道理的 人真得多出来走 了解了其他地方的习俗之后 你的包容心就很强 不会觉得永远自己都是对的 别人做的事情都是很怪异的 不理解 你就不会再有这种思想了 你只要看到别人有跟你不一样的习惯 你应该去理解别人 祖国之大南美文化差异还是有的 我今天要去文书院 文书院也是一个佛家的圣地 这块区域就是文书院文书坊 我刚刚路过这个巷子 这巷子里面写的什么口 我没太注意 我从这个里面进去 这个是卖工艺品的地方 好像也是个美食街 你好 你好 买个好东西 是吧 给你送一个 笋瓜 笋瓜 笋瓜小菜 笋瓜小菜 看到了吗 都是卖佛猪的 然后还有一些涮卦的 听人家说 说这里涮卦算得很准吗 我都不清楚 真的是听说了 然后卖佛猪这些 阿姨穿丈夫的比较多 就像马路边上这几个都穿丈夫的阿姨 珠红色的墙壁 这里应该就是文书院了 这里就是文书院 但是我看了这个门 这个门是封的 因为有个侧面有个小门 这墙边坐的阿姨全是开向的 看这个文书院面积非常之大 文书院建于水朝时期 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这是文书院的正门 进去估计要出示健康码的 还有警察在那边 咱老老实实先别拍了 进来要出示成都的健康码 天府健康码 还有要登记手机号 还有你来自哪里 弄好之后就可以进来了 我今天就不拍了 就一进门是一个大门 旁边这应该是布把了 这个右边有免费领取箱的地方 我领了三住箱 我也拜拜菩萨 现在才发现一个人拍视频 真的不太方便 好多细节根本记录不下来 比如我在焚香的时候 我的东西就没有地方放 而且有些地方还真的不太方便拍摄 所以我们只能看看其他人的 一进门的地方 大佛是弥勒佛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里面有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 我刚刚已经祭拜过了 这是钟楼 你说下着这种牛毛细雨 心情一下就沉静下来了 这里介绍了成都市井温书院 刚刚我也祭拜过了 在这里烧的香 我们看一下这房顶的 这应该是麒麟 麒麟后面有链子 看大家都摸 虽然我不懂我也来摸摸 这是招财 应该是还带来好运 这个院子里面传出来朗朗的圣经声 据说唐生的舍离 还有头盖骨 藏在这里 但是这三栋殿堂 都藏在哪一个座里面 这边记载了佛陀舍离 还有玄奘法师的舍离 两位法师的舍离 全长于此地 佛陀舍离还有玄奘法师的舍离呢 就长于此地 我刚刚打听了一下工作人员 我说我想去看一下玄奘法师的舍离 但是他说了说我们看不到 今年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办法举行仪式 只有举行仪式的时候才会供奉出来 供大家赞礼 这个小弄堂进来 这边有一个庭院 好大面积 这大庭院里面有一个水池 小鹰子 是我每去一个景点 我从来不做功课的 我就是边走边了解 自己去感受自己去体会 这个寺庙后面这个大花园 应该属于大公园 超级的大 而且很阴凉 我觉得如果天气热的时候 过完寺庙再过来这个大公园里面走走 挺舒服的 空气好 还结束 文书阁 面积好大 我觉得文书院 你作为游客来说真的要来一次 这个文书阁非常大 非常壮观 光从游客的角度来说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一次 这里有石雕龙 我们可以不了解皇教文化 但是文书院一定一定要来一次 作为第一次来成都的朋友 这个地方规模很大 而且这里面是中国佛教的圣地 包括头顶上这个银杏处 感觉到有灵性 顺着这个塔绕着走一圈 在这里基本上都是外地游客 因为每个人说话 我都听得出来都是外地口音 北京的还有各个地方的 都不是本地的口音 这个地方面积非常大 如果逛的话 在拜拜佛应该三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打底 三个小时左右 甚至更久 好了我这边也出去了 你们如果来成都的话 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这地方值得一来 来这地方之后心特别静